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发展农业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 保护区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非常的重要 保护区为许多植物和动物提供生存环境 并维持它们的平衡 在这里人类的影响是有限的 人类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保护区为物种提供庇护场所 并允许它们进行迁移 在2010年全世界有15万个自然保护区 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13% 保护区的数量和规模在不断地扩大 然而仍不足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因为很多保护区是小规模的或者是孤立的 更糟糕的是 那些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区域之中 有超过一半的区域尚未受到保护 保护区对于我们人类也非常的重要 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饮用水来自于这些地区 农业用于改良农作物的野生植株生长在这里 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之一 就是扩大全球保护区的数量和规模 争取在2020年使其达到全球陆地面积的17% 政府需要建立许多新的保护区 或者扩大现有的保护区规模 然而这并不容易 农民可能无法耕作它的田地 毕业可能无法继续伐木、采矿 甚至无法修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道路 如果建立新的保护区 和已有的经济利益之间发生冲突 您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哪方面 生物多样性的目标是在2020年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必须有相当大的改善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 如何去做 由于国家和地区的不同 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也会有所不同 提高公众意识 在区域发展规划中 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 制定严格的法律 执行严厉的制裁 或者对有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 进行经济处罚 这些也许都会有所帮助 因此您认为 在您的国家 哪些方法更有效呢 农业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今天 全球陆地面子的40%用于农业和畜牧业 联合国估计全球人口到2020年将达到77亿 使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肉食比例也将会提高 但是与种植业相比 发展畜牧业需要更多的土地 因此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森林将面临被砍伐的危险 以及随之而来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为未来的农业发展制定合理的方案 然而选择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破坏更多的自然地 把它们改造成农田 也可以使用更多的化肥提高产量 代价是污染和水土流失 或者开发新的有更高生产力的作物品种 当然也有更环保的方法 例如实行农田作物轮座 这个方法有效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另一方面 我们还可以降低消费 少吃肉食 根据当地的情况和民众的需求发展农业 既要满足未来对食物的需求 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 您认为哪个策略是最有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